欢迎收看妙语禅说 哇好好玩哦 师父你看你看 五光 这湖面上的水波纹就叫做涟漪 很好玩也很漂亮吧 嗯 师父 为什么石头丢下去湖里会有一条条的水纹呢 因为当石头碰到水面后 石头的能量传到水面 这个能量就以波的形式向外传送出去 所以你会看到一环一环的波纹 那些就是涟漪 能量是什么东西呀 五光 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能量 而能量的产生又分为两种哦 有两种 是哪两种 一种是动的 一种是静的 啊 动的 静的 师父先来说动的 你刚刚不是丢了一颗石头到湖里去吗 你把石头丢出去 有没有用力呀 有啊 我很用力呢 这就是能量啊 你把身体的能量集中在这颗石头上 而这颗石头 带着这庞大的能量 打到湖里 跟湖面接触 能量便在湖面散开 就形成了一圈圈的波纹了 哇 原来是这样哦 那如果我更用力丢 水波纹算不算更多呢 这是当然的呀 五光真聪明 懂得举一反三了 呵呵 师父 那静的嘞 静的就是我们的念力 啊 念力 那念佛咧 念佛也是一种念力 比如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圣号 我们就会与阿弥陀佛相应 所以说 念佛的力量不可以忽视哦 念佛的力量不可以忽视 嗯 那要念几遍呢 这个念得多念得少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你集中精神 念一声阿弥陀佛 就能上达天听 如果你不专心 就算念了一百遍一千遍 也是没有用的 啊 那要怎么念呢 五光 有一首祭语是这样说的 一念洞即是轮回轴 一念静 乃成金刚身 意志力是我们的开关 如果你集中力量 拿石头用力丢入湖里 小圈圈就会越来越多 如果石头一直丢的话 圈圈就会更多更多 所以啊 一念洞即是轮回种 就是在说明 这动的念力 是会产生 源源不断的轮回的 那 一念静呢 又是什么啊 这就是禅定了 禅定的修持方法 最基本的就是静坐 而修行的人 坐又坐得微移 四微移中 要求修行者 必须坐如中 坐的样子 要如如不动 就像是怀有金刚身一般 也就是 一念静 乃成金刚身 而这一动与一静 都是意志力的修持功夫 坐下来都不能动啊 好难呢 因为你的心在动啊 心如果静不下来 当然意志就无法集中了 环境也很重要 向着户外又是湖边 空气相当流通 就很适合打坐 另外 我们的衣着要宽松 衣服穿得太紧 也不适合 这些都是外在条件 是会影响初学者打坐的 当外在的条件都具备了 就要调整自己的内心了 也就是 鼠席 师父 鼠席是什么啊 这越说就越深奥 师父怕你这小脑袋 瓜会装不下 吸收不了 我们一步一步来 别急 先陪师父散散步吧 嗯 好啊 一念洞即是轮回轴 一念静 奈成金刚身 转转轮 好快哦 乌瓜 你拿着呼拉圈不要跑了 这样危险呢 小恩姐姐 这不是呼拉圈 这是烽火大轮 我阿嬷说啊 三太子脚踩烽火轮 可以飞得很快 我的烽火大轮 更厉害哦 可以载我飞得更快 你看哦 飞了飞了 呼呼 啊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的烽火大轮 飞得更快哦 什么办法 呵呵 你要减肥了啦 嗯 你看看你 胖嘟嘟的 啊 有吗 我阿嬷都说我瘦巴巴的 每天都叫我要多吃一点 你拿这个 是要学挪炸的烽火轮吗 对啊 我好喜欢它 啊 那小莲姐姐来讲一个 挪炸闹东海的故事哦 挪炸出生的时候 又有一位神仙 说要送给他两样礼物 镯子叫做 乾坤圈 手帕叫 魂天灵 七岁的年 挪炸到大海里洗澡 拿着魂天灵 在水里一晃 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 震得东摇西晃 龙王吓了一大跳 就叫他的儿子带兵 去把挪炸捉来 诶 乌光 你知道龙王宫里的兵 都是些什么吗 嗯 虾兵购吗 哈 不是 都是一些 虾 鱼 螃蟹之类的 龙王的儿子很不讲理 举起枪 就要刺挪炸 挪炸急了 把魂天灵一扔 马上喷出一团团的火焰 把龙王的儿子紧紧裹住 怎么也逃不掉 最后就死掉啦 龙王听说 儿子被挪炸打死了 气冲冲的 去挪炸的家里心事问罪 挪炸看见龙王就说 呃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用枪刺我 我才还手的啊 龙王伤心的说 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 说完 就乘着云彩 上天宫去了 是他的儿子先打人的 先打人的 还要告状 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爸爸都说 先动手的人就是不对 龙王上天宫去告状 这可不得了了 挪炸趁着爸爸不注意 就溜出门 上天宫去了 他想 我在天宫的南天门 拦住龙王 他就告不成啦 好聪明啊 挪炸到了南天门 拦住龙王 对他说 呃 我错了 您别告状了吧 可是 龙王怎么也不答应 挪炸火冒三丈 把手伸进龙王的衣服里 接他身上的鳞片 痛得龙王只喊救命 挪炸就才松了手说 那好 你跟我回去吧 李静看到挪炸回来 生气地指责他 挪炸说 爸爸 龙王答应我不会去告状了 李静问他 那龙王在哪里呢 只见挪炸把袖子一抖 就抖出了一条小龙 小龙就变成龙王了 龙王一脸怒气 恶狠狠地说 你们等着吧 我要请南海 西海 和北海的龙王 一起来打你 把这个地方 淹成一片汪洋大海 说完 就变成一阵清风走了 他怎么说话不算话 做人要讲信用 不对哦 他是龙不是人 做龙也要讲信用吗 东海的龙王 真的请了南海 西海 还有北海的龙王 带了许多虾兵蟹将来了 东海龙王大叫一声 快给我把他们绑起来 虾兵蟹将就奔了上去 把李静绑了起来 这个时候 挪炸对东海龙王说 打死你儿子的是我 接你灵片的也是我 快把我爸爸放了 龙王愤怒地说 我要杀了你 给我的儿子报仇 挪炸说 不用你们动手 我自己来 然后 他就抽出宝剑 把自己杀死了 怎么会这样 赶快叫救护车啦 挪炸的师父 听说挪炸死了 不慌不忙地 去摘了荷花 荷叶 又挖了几节嫩哦 摆成了一个人形的样子 说 挪炸挪炸 还不快快起来 结果呢 有成功吗 师父出手 当然没问题呀 那荷花 荷叶 还嫩哦 马上就变成了 真的挪炸 师父 又给了挪炸 两件宝贝 一支火箭枪 还有就是你说的 锋火轮 哇 他的师父好好哦 嗯 我也要叫师父 送我锋火轮 啊 好的 各位菩萨大德 大家平安 今天来说 习花连盆 习子连孙 意思是说呢 爱花就要连花盆一起疼习 也就是爱乌集乌的意思 爱习这盆花的人 就会连花盆一起喜欢 不过如果讨厌这个人 一定也会连对方身边的人一起讨厌 很多时候 婆媳关系的处理 就很适合用这句话来解说 婆媳原本就来自不同的家庭之中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背景 和习惯 结婚以后 婆媳在一个家庭里 共同生活 这会有一段相互了解 相互适应的过程 如果适应不良 彼此不能接纳 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张 问题也会不断地重演 婆媳关系 在家庭人际关系中 有着一种特殊性 它是由亲子关系 和夫妻关系的延伸而形成的 如果相处得好 婆婆和媳妇都能体谅对方的立场 用媳花连盆 媳子连孙的同理心 爱屋己屋 婆婆因为疼爱儿子 所以连媳妇也一起疼爱 而做媳妇呢 因为爱着丈夫 所以对婆婆也能尊敬有礼 这么一来呀 婆媳的关系融洽 家庭必定和谐 很多难解的婆媳问题 也不会存在了 婆媳关系 也像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一样 人缘要好 除了对人要真心以外 好嘴大好鬼 这点也相当重要 从前的社会 不论是食、衣、住、行 跟现在相比 都相当不方便 因为这样的背景 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就变得很重要了 会讲话的人 因为懂得说话的技巧与礼 就能逢凶化吉 比别人拥有更多发展机会 所以啊 好嘴 不单单只是靠一张嘴讲话而已哦 还得了解交谈中的礼 与拥有 与拥有一颗真诚的心 这样才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 做事自然容易成功 再来说 李固见缘外 无言可达 这故事出自水浒传 故事中的李固 原来是东京人 他到北京 要投靠乡识的亲友 没有想到 到了北京 却找不到人 当时北京下着风雪 李固因为没地方可去 外面的风雪又大 在无处其身的状况下 他冻僵了 到在炉原外的家门前 炉原外知道这件事之后 马上叫人把李固带进家中 不但为他请大夫看病 还让他住在家里养病 这个炉原外 可以说是李固的救命恩人 过了一阵子 李固病好了之后 炉原外就让他做管家 人人都称他为李兜管 后来 李固为了霸占 炉原外的家产跟老婆 恩将仇报 他到官府前 状告炉原外 说他勾结梁山伯的宋江 导致炉原外 身陷囚 李固又多次用重金 卖通劳足 想要暗杀炉原外 不过都没有成功 没多久 梁山的好汉下山来劫狱 终于救出了炉原外 他们还活捉了李固 将他带上梁山 见炉原外 李固所做的一切坏事 他的罪恶事迹 全都白露 当他见到炉原外时 当然无言以对了 最后 炉原外亲手杀死了李固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遇到李亏不能辩解的事 或不愿回答的事 往往就会说 李固见原外 无言可达 最后一个要说的是 怕等秋根 点得用 这是一句我们用来 勉励别人的话 人都难免会受到挫折 在遇到困顿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怕等秋根 点得用 怕就是打断 秋根就是手臂 点得就是反而 用呢就是强壮 这句话是说 把折断的戈壁 接回来之后 反而变得更加强壮了 所以在我们的朋友中 有人正遇到挫折困难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鼓励他 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怎么办 啊 明天一定会很惨啊 伍瓜伍瓜 你抱着头趴在桌子上做什么啊 是小连姐姐哦 我在写作业啊 写作业 所以你刚才是作业不会写在烦恼吗 要不要我教你啊 不是啦 不是不会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抱头啦 是这些本班啦 这是你的作业哦 怎么都是空白的 悟光 你之前竟然都没有写哦 就之前放假 我很开心啊 然后就就 就就就就去玩忘了写哦 那你也不赶快写 是说这些什么时候要教啊 明天 然后我刚刚才想起来 明天也要考试 小莲姐姐 作业你帮我写了 作业太多了我写不完 你帮我呢 不可以 我顶多教你不会的地方 对了 那你考试的地方看完了吗 算了 我不该问的 悟光 你怎么让自己陷入燃煤之急的状况啦 我不知道小莲姐姐你说什么煤炭啊 你都不帮我 这刚好给你个教训啦 还有 不是煤炭 是燃煤之急 像燃烧眉毛一样紧急的意思啊 这点源出自文献通考 市敌二 虽不见于三国制和三国演义 但教有名的用法是在三国的时候哦 诶 没记在书里 好奇怪哦 那小莲姐姐 你怎么会知道啊 是指 没记在这两本书里 不代表其他书没有啊 呃 你忘记你的作业了吗 哼 这是败给你了耶 汉末时 各地见曹操专权自私 都起来反抗 东吴孙权 也独立不听号令 曹操想统一天下 随带兵南下 和刘备交战 刘备因地下兵少 无法支持 哇 那刘备不就很危险了 怎么办啊 同时孙权见曹操大兵压境 因此派鲁肃和刘备商议 两方联合起来抵抗曹操 但孙权的大臣 见曹操兵力强大 都主张投降 都主张投降哦 可是投降会比较好吗 其实不会啊 那些大臣 大家都只是怕死 又怕失去富贵 才会认为投降好啊 哼 怎么这样啊 好没用啊 是啊 因此鲁肃邀请诸葛亮 说服孙权出兵 诸葛亮到东吴后 孙权帐下的谋士 纷纷和他辩论 那诸葛亮有赢吗 加油 不要输 加油 你猜咯 这时啊 走出一个人 叫张招 他是谋士中的领袖 他以择温的语气说 我记得 先生居于龙中时 常自比春秋的管仲和岳翼 那个 管仲和岳翼是谁啊 为什么诸葛亮要比他们啊 管仲是齐桓公的宰相 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主 岳翼替燕国出兵伐旗 连下七十余成 所以是因为很厉害 才要比哦 但是他们不是在说出兵的事吗 你听张招说吧 张招结论 献流被得到你后 不但没强大起来 反思心也 气凡成 又逃到下口去 向燃眉般交集 你哪里比得上管仲 岳翼的万分之一呢 呃 所以 所以是骂诸葛亮棒棒哦 嗯 这成语的意思 因此指事情非常急迫 讲解时 也大都提到这个例子哦 呵呵 我懂了 那我们今天 也要出题目送小礼物吗 嗯 题目是 万分为急 像火烧眉毛一样的 是哪句成语呢 拨电话 07-2231-825 或将答案寄到高雄市新兴区 复兴二路356号 然后注明给一年八班 班长悟光搜 才有哦 好了悟光 快去解决你的燃眉之急 写作业 我啊会监督你的 呵呵 各位再见哦 呵 我知道了啦 讨厌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